我們三個一起 辦紀念會 現場都唱 以後有你們 企業遊戲辦紀念會 會多很多 I love you 由孫協志 王仁甫 許孟哲 三帥所主持的 飢餓遊戲 宣布加入雙媒主持 群群以及豆花妹 兩人在節目中 表現出色外 豆花妹敬業的態度 更是讓王仁甫下一大跳 我覺得是一個猛獸 你知道嗎 你看他現在是小小對不對 他現在在玩遊戲上跑起來 跟他臉上講 遠遠到他 他跑走 所以我就參加這個節目 會看見很多我的負面個性 唉唷 因為我通常在影光 目前都是非常正常的 可能很多人都是好評的 都是小小的 對對對 但是看完就就會發現 唉唷 我原來是變個性 我身邊的朋友 其實私底下都知道 我耗生性很強 玩起遊戲就很瘋 可是因為我自己以前 就被包裝的就是 被保護得很好 所以這一次能夠 有這樣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加入我自己 一直崇拜的山衰 因為以前真的很小時候 真的看你有沒有節目長大 所以我自己就是覺得說 我可以親臨現場 要玩這個遊戲 然後跟 這次算是一個大解放對不對 對 所以不用強調小時候這件事 而且我記得我們第一天 後面的時候 你是講以前很喜歡 你說你刻意避開那三個字 為什麼今天又把那三個字 拿出來了 因為已經入主了 已經入主了 就可以名獎了就對了 不用修飾 因為我小時候也沒有多久以前 才前幾年而已 對 跟畫面這個反應 不愧是要加入主持群的人 而群群成為極惡遊戲的一員 最害怕的轉試者解釋 擔心肚子餓 擔心肚子餓 對 非常的擔心 沒有啦 那天我們一上車 他選拔上了之後 一上車他坐在我後面 他就開始問說 我真的會很餓嗎 我真的很怕餓 他就很擔心了對不對 我很擔心 但是就是也很期待 就是跟著四位 可以在身邊學到一些精華 想說是不是比較小心 很怕叔叔你們會生氣 其實好像 等一下 妳剛剛說什麼 誰會生氣 不要拿大風打人家 其實不會 就是我算是還滿直接 在這兩天 對 錄影當中的時候 現在他們有很多表現 是讓我們真的會嚇一跳傻眼的 對 比如說像群群 有做了很多舉動 所以我瞬間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對我 比如說像他的一些 跟我在玩遊戲的一些舉動 或者是動作 比如說他會直接從我身上去 搶走某些東西 直接覺得我被侵犯了 他曾經也有直接到 他指使我 很像指使小弟 你去幫我幹嘛 我就 好 然後我就去幫他做了 你就不小心跟著我的畫作 直接的圈圈 加上好身心強的豆花妹 再配上默契十足的三帥 相信集合遊戲的精采度 肯定更上一層樓啦 完全讓中文獎的 林玉峰採訪報導